溪流边出现大量白色的泡沫 甚至还有土黄色的泥水流入溪水中 而且更夸张的是 泡沫多岛已经飞到一旁的步道上 还以为是巨大的棉花 让民众看傻眼 这里是桃源南坎西 在国庆日当天就被发现 河面出现白色泡沫 没想到才隔四天 又被民众检举有泡沫排出来 而两次的罪魁祸首都是这间洗车厂 因为水塔扶球故障造成水流溢出 将洗车厂地上农清洁剂带出 留到道路侧购 再留到下游南坎西 上述行为以违反水污染团治法 第34条第一项第二条规定 依同法第52条规定告发 通知现行改善至113年10月18日前改善完成 环保局表示最高可以开罚300万元 目前已经先派取水车将泡沫抽除 避免污染继续扩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